如果想跌市收集的話 有10萬元資金有沒有什麼股份推介? 其實我想如果你說要收集 或者是要去類似組合出來 我想就靈活一點 可能不要說買一隻 可能分兩三隻 甚至乎是看看有沒有機會 每隻斬開到兩三柱 如果這樣計算 因為10萬元 即是每一手 或者每一隻 我當你要平均是 可能大家比例差不多 可能大概三萬多元 即是各自一隻拿著的話 要三隻來計算 而分三柱 即是每一柱是一萬元左右 即是你要考慮一些 可能每一手的入場費 是一萬或者低於一萬 才能做到這個效果 因為始終這些市況 雖然你說可能他都不是心急 想等低一些 譬如像自己所說 去到兩萬邊才賣 沒錯去到那些位置賣 其實是相對安全一些 即是不需要特別擔心很大一些 或者很大的震盪 但是始終以組合角度來計算 都是慢慢分散去買 這會比較好一點 我都不會特別建議去到那些位置 都只是賣一隻就算數那隻 因為這件事 中的當然很好 但是反過來風險 都是分散不了 這個都是要考慮的 所以我覺得如果你說這樣去看 都可以叫做靈活一點 譬如有部份 我覺得譬如一隻 可能是剛才提到一些收息類別的 穩陣類別的 這樣會比較好一點 譬如可能 其實剛才提到的623 都絕對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因為你看它 其實大概都是一萬元一手左右 我覺得這些來說 其實是絕對是可以去考慮 變相譬如剛才提到的股息率都算高 這是其中一個可以留意的一些類別股份 而除了這些類別之外 我想另一個要留意的 可能是內需相慣的 譬如一些車類別的 我覺得車股其實是可以留意的 但是車股當然 因為剛才提到駐馬上的限制 你就選不到比亞迪卡 這個是真的 要選一些用品 但是新勢力那幾隻 其實有些計算一手多人 即是一萬幾千 其實是可以的 如果這樣計算 三者我覺得譬如理想 是可以留意的 因為你計算近月 即2015 你計算近月它賣車的表現來計算 或者股價情況上說 它是算最強的 今天還升4% 所以慢慢去後 這個我覺得另一類都是可以留意的 而剩下的那類 我覺得汽車這個屬於 先提到收息是一個穩陣之算 汽車這些內需就中間一點 即不是太高風險 亦都不是沒有風險 但是另一類就變相可以進取一些 變相整個組合可能進取中間保守都有 這樣平衡會比較好 所以你有第三類可能進取少少的 變相可能選一些科網裏面相關 這個不是說博它真的大升 就是過去都說過一次 不要再看幾年前的高位 但是你博它可能下半年收復股值 好像前一陣子那樣 即一升那一刻其實都會幾急 那一百多元和阿里 我覺得可以 阿里可以的 因為事實上阿里其實股值是很便宜的 可以留意的考慮之一 但是可以等低多一點 例如下95元這些位置 才開始去買 這樣會好一點 我想這樣去組一個所謂類似的組合 雖然笑做不大不小 但是我覺得這樣組合 會平衡到整件事會比較好一些 是